男人竟然能一次就加起好多面条鱼 然后再一口就将它们吃下 这些鱼可是每一条都价值十万元 最开始的时候它们连一条都价不住 但经过十亿的修炼 现在它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原来一秒就会熄灭的蜡烛 现在在它们面前摆放了二十根 可以同时燃烧两小时才会熄灭 这源自于从它们体内不断发出的感激之情 再次面对仙人掌的时候 对方再也不会发出那可怕的仙人刺 火腿花也能够在瞬间就开放 而且那些非常易碎的鸡蛋米 它们竟然能在两分钟内就集齐了满满一碗 所以它们现在可以享受一大桌的美味食物 当然最重要的是阿鲁的实力也极大的提升 此时它站在一颗巨大的石头面前 看起来是想把石头一拳给干碎 以前它都是用蛮力狠狠地轰击石头 但这次它只是用手刀轻轻地一划 当一阵微风飘过 那重达二十吨的石头竟然敲声无息地从中一分为二 而小松的刀法一样获得了可怕的提升 原本它的刀工就相当地夸张 现在它出手之后已经看不清手中的菜刀 一片刀光闪过包菜已经变成包菜丝 已经是纤细的如头发一般 修也为两人的修炼速度发出了感叹 以它们的实力修已经没有办法再做出指导了 突然这个时候从天空中传来一道声音 一道人影以极快的速度俯冲而来 等它降落后激起了大量的烟尘 更可怕的是它落下的位置 竟然犹如一个陨石坑一样 来者正是真大师 只是这家伙记忆好像不大好 一直记不住阿鲁和小松的名字 这让他们也是很无奈 真大师也想不到他们的修炼速度如此之快 他说既然修炼完成 那就去五八同城找份好工作吧 而接下来他表示要亲自指导二人 其实阿鲁来到这里最终的目标 就是获得泡泡水果 他在最开始进入104的时候就尝试过 但只要他的手一触碰绝对会马上消失 现在真大师让阿鲁再去试试 他缓缓地伸出手 终于他第一次摸到了泡泡果 很快他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这玩意根本就不是什么水果 真大师告诉他们这些只是道具 真正的泡泡果需要在他的引领之下才能得到 此时的阿鲁还并不知道这一次他会死 而真大师看着远处的天空 似乎预感到有大事发生 他交代修召集所有的高手回来 以防他不在寺里的时候出现危险情况 片刻后他们三人站在了一片漂亮的泡泡山面前 此次的修行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跟着他走两步到达位置后 就可以获得真正的泡泡果 但只有一人可以前往 于是这份重担理所当然地落在了阿鲁的身上 因为阿鲁清楚此行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真大师告诉他一个从未听过的名词 石墨 石墨是十一中的高阶功法 这次他就要帮阿鲁修炼出石墨 但阿鲁现在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只能跟着真大师的屁股后面不停地行走 随后他们穿过了由泡泡形成的山洞 在洞口的前方有着一片耀眼的光芒 但阿鲁真正走出之后 发现竟然还是无尽的泡泡路 这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他以为一路上会遇到很多强大的猛兽什么的 没办法此时他只能跟着走了 翻过一座小山后他惊恐地发现 竟然还是无尽的泡泡 他终于明白考验早就开始了 因为一路上除了泡泡任何吃的东西都没有 阿鲁只能期望可以早点到达终点 对于强大的他来说不吃东西可是会死的 现在的他看上去已经消瘦了很多 他感觉自己已经走了快一个星期了 他如同一个木偶般一直跟在真大师身后 突然他的身体倒在了地上 接着他又强称地站了起来 他很奇怪真大师难道不用吃东西吗 真大师似乎知道他心中的问题 告诉阿鲁别看我的身体这么小 实际上重量已经达到了一吨 阿鲁吃了一惊 回想起刚才真大师从天而降的情景 他终于明白了什么 这才是石墨的真正奥义 就算真大师一个月没吃没喝的也完全没事 他可以将能量一直存在身体里 那是远超过他身体所需要的能量 等到真正需要时他可以随时调动出来 但是如何掌握石墨又是另外一个难题 而就在他们修炼之时 在外部的石灵寺却遭遇了巨大的危险 此时所有的弟子都集合在了一起 虽然还没有看到敌人的影子 但他们已经感知到了可怕的气息 此时整个石灵寺正慢慢的消失不见 这是他自己的保护机制 遇到强敌会自动隐藏 突然一只可怕的骨鸟出现 他的头上站着两人一兽 浑身散发着可怕的黑气 骨鸟徘徊在他们的上空 随着头部的一位老者发出一声巨吼 刚才隐藏起来的寺院 竟然害怕的现出了原形 而这一场劫难才刚刚开始 竟然害怕的红尺